美国波音公司高管7号继续出席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听证 就今年1月发生的 波音737 MAX型客机 门塞空中脱落事故等提供证词 然而在对事故调查至关重要的 一次门塞拆装作业上 波音重申没有相关书面记录 仍不能确定门塞的拆装人员 和装回机身的时间等具体细节 当地时间7号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主席霍曼迪 对媒体表示 阿拉斯加航空公司的 波音737 MAX 9客机 今年1月发生的紧急情况 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因为飞机制造商 很早以前就应该发现问题 并解决未经授权的生产步骤 霍曼提称 已经有无数的波音审计 联邦航空管理局审计 合规审查 合规行动计划 记录了未经授权的工作步骤 和拆除行为 但波音公司没有为拆除 737 MAX 9的门塞创建任何文件 今年1月5号 美国阿拉斯加航空公司的一架 737 MAX 9型客机 在飞行途中门塞脱落 飞机上一片混乱 不得不紧急降落 根据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 2月发布的初步调查报告 出示客机去年9月 在波音位于华盛顿州 伦敦市的工厂组装时 被发现机身锚钉不达标 要拆卸门塞以做维修 维修完成后 四枚用于固定门塞的螺栓 未被装回 该委员会曾向波音 索要这一作业的文件记录 波音表示找不到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 负责上述事故调查的调查员 在6号听证会上说 调查人员所获证据显示 事故客机的机身 2023年8月31号 从供应商 士碧瑞航空系统公司 运到波音伦敦工厂时 用于固定门塞的螺栓是在的 在客机交付美国阿拉斯加航空公司之前 由于波音工作人员认定机身锚钉不达标 波音工作人员于2023年9月18号至19号 对机身展开作业 波音负责商用飞机质量事务的高级副总裁 伊丽莎白·伦德在听证会上说 波音工作人员拆卸门塞 以便完成对锚钉的调整 但未就此做书面记录 虽然在客机发生问题后 查明原因的主要途径应当为书面记录 但在此次门塞脱落事故中 高管表示相应的记录并不存在 门塞何时被装回机身 也就无从得知 另据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 6号发布的调查文件 一名工作内容涉及波音飞机 专门作业的波音工人说 波音没有提供关于门塞的专门培训 工人们本不应被要求拆卸或重装门塞 另一名工人说 伦敦工厂的工人被波音置于艰难境地 波音的所谓企业安全文化非常糟糕 没人真正负责 波音作为全球知名飞机制造商 近年来发生系列质量安全丑闻 今年1月5号发生的客机门塞脱落事故 虽未造成人员伤亡 但暴露波音在质量控制方面 持续存在问题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 和联邦航空局等就此展开调查 此前的2018年10月 波音G37 MAX 8型客机还发生两起空难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